我躺在自己的排泄物旁 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 此时的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很抱歉 弄脏了丹妮的地板 也许是丹妮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她并没有责怪我 而是轻轻地把我抱起 放在了柔软的沙发上 我躺在丹妮的腿上 像是回光返照一般 我回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丹妮的场景 那个时候还是一只很小的狗狗 我可爱的模样 成功让身为赛车手的丹妮带走了我 我跟随丹妮从乡间来到热闹的都市 开启了全亲的狗生 丹妮给我起名叫恩佐 我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家 一间并不宽敞的单人公寓 这里没有乡下茂密的草原 我只能在地板上经就一下 丹妮看到我准备发射的姿势 赶紧把我抱到外面的草地 看着丹妮一直盯着我看 我便害羞地没有了动静 丹妮正好把我抱回屋子 劝着丹妮背过去关灯的瞬间 我终于忍不住了 然而丹妮并没有走怪我 晚上丹妮已经上床睡觉 可我却十分精神 于是便缠着她陪我一起玩 无奈的丹妮正好把我抱到沙发上 陪我一起来看电视 看着电视上的赛车比赛 我很感兴趣地大叫 丹妮随即拉起我的爪爪 当成方向盘给我演示了起来 最后的日子里 丹妮还会带我一起去参加赛车比赛 看着丹妮在赛车场上风驰电车 我真为丹妮感到高兴 她也会在中途休息的时候 望向我的方向 丹妮凭借着出色的车技获得了胜利 她会抱着我一起感受胜利的喜悦 一年过去了 从早到晚都是我在陪着丹妮 我以为我们一人一狗的生活 会这样一直下去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我的丹妮最近好像恋爱了 她脸上的笑容又多了起来 有时还会在窗外静静地 等待着那个名叫小伊的女人下班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总觉得自己遇到了情敌 我拽着丹妮准备离开 却被丹妮拉了回来 显然 丹妮已经被这个金发碧眼的小伊 给迷住了 她甚至还邀请小伊一起去看赛车比赛 这本来啊 是只有我和丹妮才能一起去看的 可自从有了小伊 丹妮获得胜利之后便不再妄想我 他们恋爱了 这天小伊突然问我 你不介意我也很爱你的丹妮吧 我很无语 搞得像我有发言权一样 很快 他们结婚了 在一个超级棒的地方 当然更棒的是 我是他们的花童 我们一家人 也从那间曾经只有我和丹妮的单身公寓 搬到了更大的房子里 婚后 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在一只单身狗面间不停地秀恩爱 我试图打翻东西引起他们的注意 可是他们实在太投入了 然而这天 小伊和往常有些不同 我能嗅到他身上多了一些神秘的味道 原来小伊怀孕了 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丹妮 丹妮很高兴 他们热情相拥 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我不明白钱是什么东西 可最近丹妮因为小伊怀孕 开始更加频繁地跑赛道赚钱 这就意味着 家里只剩我和小伊 小伊的肚子越来越大 有时他走两步路就会很疲惫 他躺在沙发上 温柔地叫我过去 把我的头放在他圆滚滚的肚子上 我感受到了另一个生命的心跳 在蒙古 人们相信 当一条狗结束生命的时候 他的下意识会变成人 小伊终于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儿 他把我叫到身旁 说这是我的妹妹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神奇的小生命 以后的日子里 我开始陪着妹妹慢慢长大 一岁 三岁 再到七岁 每次妹妹的生日 他都会自豪地跟他的小伙伴说 我是他的哥哥 这一刻 我骄傲极了 可这一天 我去看到小伊 在不停地往嘴里塞着药 我嗅到了小伊的鼻子和耳朵里 开始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味 我好想提醒他 可是我不会说话 我只能无助地望着他 终于有一天 小伊在带我散步的时候晕倒了 我开始狂吠 吸引来周围的人 他们叫来了救护车 把小伊送到了医院 小伊住院了 丹妮为了照顾他也经常不在家 家里只剩下我和妹妹 我不得不照顾着他 陪他玩过家家和角色扮演 我们还最常在窗台上向下望着 期待着小伊能够回到家 再过上一家四口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 小伊终于回来了 可是他那头漂亮的秀发却没有了 我开始彻夜地守护着他 如果此时要伤害他 那么至少要先过我这关 这天晚上 小伊对我说了些奇怪的话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可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却再也找不到小伊了 家中的气氛开始严肃了起来 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我也只能把小伊的帽子揽在怀中 希望他能再回来 小伊离开后 我的丹妮也不再会笑了 我想带着他散散心 只能自己叼着绳子 放到他的面前 可我老了 我慢慢追不上他了 天空下起了大雨 我的视线慢慢地模糊 我没有看清前面的路 就被一辆路过的车撞倒在地 我实在太笨了 丹妮把我送去医院 医生说我已经很老了 能醒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丹妮刚刚失去挚爱的妻子 又陷入了跟外公外婆 争夺女儿抚养权的困境之中 我怎么能在这时离开她 这天 法拉利的车队负责人找到了丹妮 先邀请她去意大利工作 可为了争夺女儿的监护权 丹妮只能暂时拒绝了邀请 在长达90天的漫长等待之后 丹妮最终还是妥协了 看到丹妮在放弃监护权的文件上签字后 这一刻 我知道我应该要做些什么 这次丹妮该听我的了 经过丹妮不懈努力 官司终于打赢了 我终于和妹妹在一起了 丹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法拉利车队的负责人 但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也许是丹妮察觉到我快要离开了 她带着我坐上了真正的赛车上 我感受到了划过耳边的清风 嗅到了轮胎过弯的微焦味 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 丹妮把我揽在怀里 我把头放在她的肩上 丹妮跟我说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就这样 我离开了 八年后丹妮去了意大利 她在F1锦标赛上传来了三次冠军 她初次的技术吸引了一位小粉丝 男孩希望丹妮能给自己签个名 丹妮好奇地询问男孩的名字 男孩抬起头 坚定地说道 废iman的快乐 弥废 弥废 谢谢观看